而经常开车的人都知道轮胎出状况很容易发生车祸 台中冯甲大学一位教授曾经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 差一点连环状 有了这个惨痛的经验之后 现在他成功研发出一种轮胎监测系统 轮胎一有问题就会发出警报声 左前轮32 过来他会放右前轮压力值也是32PSI 只要一启动车子 这套无线胎压监测系统 就会一直不断地把四个轮胎的胎压显示出来 当四个轮胎的胎压值跑过一次后 接下来就是轮胎温度 现在就是右前轮的温度是27度C 监测系统使用车子点烟器的电源 在四个轮圈装设四个发射模组 然后把胎压胎温的讯号 用无线电波发射到仪表板上的这个接收器 就能进行判读 左前轮压力不足变成红色了 而且会逼 而成功研发这套设备的红33博士 对胞胎有亲身体验 有一次在回南部的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就发生左前轮胞胎 也差点撞上的这个安全导 于是他努力研究 目前这套系统成功克服高转速的干涨 就算时速120公里 还是可以稳定运作 甚至因为胎压保持稳定而降低油耗 已经获得日本赛车公司的严苛测试 并向台湾下单生产为国争光 台湿新闻专者王英章台中报道 小负责